灰色轎車違規並排停車 但當遠景靠近駕駛座時 卻看到一隻黃金獵犬伸出頭來 仔細看當時不只有黃金獵犬 在駕駛座上 副駕駛座上其實還有另外一隻狗 路人覺得有趣 連遠景也愣了一下 只好敲了敲後方的窗戶 詢問開車的到底是誰 很像是狗在幫忙顧車 在坐在主駕駛那邊 最後後座人才趕緊回到駕駛座上 這是在南投埔里中正路上 當時警方執行查契微停勤勿 沒想到駕駛座和副駕駛座上 都只有狗 甚至還會把頭伸出來和遠景對望 事後有民眾把影像PO上網路 開玩笑說還以為是狗在開車 所以說從外面看起來很像是在 狗在前面那後面沒有人這樣 警方說當時了解情況以後 要求車上的人趕緊將車開走 不過一開始從路人的角度看 黃金利犬伸出頭 無辜看著遠景的模樣 可愛又有趣 華視請我連小月周大祥能投報道 哈囉我是林傳沛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 或是體談動態嗎 趕快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